欢迎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随时跟进我们的最新动态 欢迎收听我爱阅读为你朗读 你好我是黄碧云 今天为你朗读儿童幻想小说 我的妈妈是金灵 其中一章我家发生了今天动地的大事 作者是陈丹燕 今天动地的大事再没有发生以前 常常就像每一个平静的日子一样 这是我的经验 那天黄昏 爸爸在桌边打开当天的新名晚报 我家的信箱太小了 每次邮递员都要把报纸叠得皱皱巴巴的才放得进去 爸爸每次一层层的包开他们 都说明天一定要换新的信箱 可爸爸太懒 他并不去做 妈妈从厨房里把烧好的菜端出来 妈今天烧的是蘑菇草肉片 最上面的肉片 颤颤巍巍的 她对我说 马上就好了 你先吃 吃了今天的蘑菇 你下次体育课会跑得比兔子还要快 因为兔子吃的蘑菇 没有放油里炒熟 我从来不喜欢吃饭 因为我从来没有觉得饿过 可今天很早急 把桌子都准备好了 妈今天为了感化红与黑的插图 烧饭晚了 而我要吃晚饭 才能看教育电视台的成长的烦恼 就是我们班上全体同学都知道的东西 我和许多人一样 最喜欢的是他的开头 一张张照片叠在一起 一个人眼看着就要从小毛头长大了 连他们的爸爸妈妈也是一样 我们都胖着长大 可以不要天天上课受苦 我是那么爱这部电视剧 以至也喜欢拍照这事 我过生日的时候 爸爸妈妈送给我一个小的傻瓜照相机 只要一有空 我就自己拍一些照片 只是我的技术不好 拍出来的妈妈总是没有影子 也很模糊 拍出来的小朋友倒是很清楚的 我在为爸爸倒酒 爸爸是外科医生 就是那种拿了一把刀杀人家肚子来养活我和妈妈的人 他每天回家时都是好累的样子 从来不用他的那套钥匙自己开门 他不耐烦摸钥匙 他永远是砰砰砰的敲门 走进家门来的时候 他的脸上总是留着一种瘦了苦的样子 好像我们班上最顽皮的天王知道要被老师臭骂了 一步一步怕踩死蚂蚁似的走向老师的那种样子 所以爸爸常常在晚上喝一点酒 然后他的脸会很快红起来 然后就活过来似的开始说话 饭前我不小心在妈妈的杯里倒上了一点点黄酒 这时妈妈把饭盛来了 自从爸爸开始在晚上喝点酒 妈妈就坐在离爸爸最远的那一边桌子吃饭 她甚至不喜欢闻到酒的味道 妈妈喝了她的可乐 妈突然满脸一白 含着第一口可乐 推开桌子跳起来 她的眼睛瞪得好大 惊慌地看着爸爸然后又射向我 爸爸也跳起来一把接住了妈妈 妈妈的身体在把爸爸的胳膊里轻轻挂下来 像一块聚亲的丑子 爸爸挽着妈妈的身体就往他们卧室里去 在走廊里拐弯的时候 我看到妈妈垂下的双腿 像丑子以衣服被风吹过的时候那样 飘了起来 妈妈那飘飘摇摇的两只脚 一点点的变成了黑蓝色 我吓呆了 我以为是科幻电影 不是真的 只是像真的一样 就像伊地 本来 我想帮妈妈拖住脚 可我害怕 她软软的脚又飘了一下 红色的布脱鞋从她蓝色的透明的脚上滑了下来 碰 落在我面前 像不小心从桌子上碰下来的一个苹果 我大叫一声 我从来没有听过有这么尖这么恐怖的声音 我都让她吓住了 在我吓得尖叫的时候 爸爸已经把妈妈抱进了他们的卧室 遥远的灯下 我看到妈妈的脸也变成蓝色的了 像一块蓝色的手帕 那么轻那么薄 那么飘飘摇摇 接着 看不清了 被蓝布遮了起来似的 妈妈的脸不见了 妈妈成了一团蓝色的影子 デュ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